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今天我們從攝影棚這邊拉出來到戶外 而且來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房間 那這個房間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也就是萬華的九樓公寓 那今天超級開心,我們請到了創辦人信榮 信榮,請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就是九樓的信榮這邊可以去聊一下說 因為他們在這個共生公寓這一塊其實跟你們非常的久 所以我們也很好奇說現在整個市場上其實非常多的小資族 他們都想要跨足到共生公寓這一塊 因為包租代管現在這個市場非常的好忙 那我也想知道說在這裡面已經立足這麼久 已經這麼有經驗的就是九樓這個品牌 然後是怎麼看共生公寓這個市場 我們大概做十座五六年 我們每時候是從學生在住房間的時候開始做 所以其實共生那時候幹你其實就是跟朋友分數 然後改革到房子開始 那當然就是說 那當然就是說 這一塊其實是一個進度文牌相對蠻低的 就大家都可以來做這樣的事情 對,那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兩三年來 後來陸續有這樣的萬法就有這樣一整棟洞 或者是我們去跟政府去標租一些閒置的公寓 再去做整體式的活化 因為我們其實核心還是認為說 一開始做分數的公寓算是一個概念的常識 那大家喜歡這樣的生活模式 但我們認為其實共生它可能是在整個空間上 需要更完備的規劃 或者是說它需要更大的空間 你要有不同的社交技能也好 生活技能也好 煮飯幹嘛的 它如果只是透過一般是在房兩天空間 其實我們在經驗上 它其實某程度還是會有蠻多干擾 或是管理上的不便 有好多好多老公會這樣子散破 要去管理其實也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從管理面來講 或是從住客的實際的生活體驗上來講 要怎麼做到又有社群交流 又有個人空間 然後又有生活品質又不要互相打擾 然後我們才會後來覺得 會著重在覺得比較更大型 或說比較更完整的空間去做規劃 那這是我們在整個共生工會 從一開始到現在做的一些短片 那我認為說這也是未來 我們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剛好聽到一個東西是說 像你覺得比如說像外面很多小資族 他們可能覺得這個共生工會 它的投資這個門卡非常低 可能maybe就是可能二三十萬就可以把一間弄完 那只是弄完的話 變成是過去亞房的這個租金 現在可以拿來當成套房再租這樣子 那所以大家可能在算起來報酬率會覺得非常的高 但是你剛好提到一個點是說 如果這裡面沒有去做到一個 好的這個社交的這個功能的話 其實它的價值就沒有辦法提現出來 那它這樣的商品模式其實也沒有辦法失去 是這樣嗎 就是在小的空間裡面 基本上是比較像是朋友分組的模式 那我想要就嘗試有更多所謂內容好了 或是各種不同的生活體驗也好 我認為就是它需要更完整的物件 那的確這個是在小物件裡面會比較難拿到的 嗯 那你覺得像我們一般 比如說在這個 如果今天拿到一個老房子的時候 你覺得在做共生工會的部分 哪一些共同空間是 你覺得是必備的 是一定要保留的 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最看到大概是兩個一個是 其實大家是很容易透過一起吃飯 或一起吃飯去交朋友 所以我們通常公立的設計 或者說像萬華酒樓設計 我們都會有比較開放式的廚房 或是比較大的用程的空間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住酒樓住客 或者說在共生空間裡面 住客其實蠻多是在下工作者 或自由工作者 那尤其像現在疫情之後 也更多所謂的 跟彈性再加上班的人 所以我們在下 有啊 我們這邊有很多 對啊 我們在30%左右 也都是類似的樣子 所以我們公共空間裡面 也會去配置 比較適合在家裡工作的空間 所以其實毛澤東 你們已經有做到 那個30% 有做部分的 co-working加co-leading喔 我們希望就是 他能夠在家 co-work from home 但是當然 我們不會做 目前我們公司 並沒有去伸展到 做co-working 但是就是方便大家可以在家裡工作 嗯嗯嗯 那像 你們就是 酒樓的部分 那對屋主這邊 你們會提供怎麼樣就是 一戰式的服務 我們對 呃 一般屋主這邊就是 從前面的規劃 設計到 裝修 然後到後續的 經營管理造訪客 這些都是 就是從頭到尾的 呃 那當然有一些 呃 那屋主或者是 也有其他的 代工業者 他們可以自己管理 那我們也有做 純粹前面的 呃 算是一個產品定位 到裝修 比如說這個區 會這樣要怎麼去做 呃 什麼樣的房間比較適合 什麼樣的配置比較適合 然後做完裝修之後 交還去給屋主自己去管理也有 或者說給 呃 其他專業的 呃 這個業者去管理也有 嗯嗯嗯嗯嗯 那這樣你們覺得是 什麼樣的物件類型 它是 最適合 就是最符合你們做 共生公寓的標準 嗯嗯 那我覺得我們這邊會做 一個定義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把 呃 小公寓或者是 三房四房這種 就稱它為叫 sharehouse 或分組公寓 其實就是分組 那在九樓這邊定義了 兩共生公寓 或者說 空 living space 這件事情 我們會把它比較定義 是在有一個完整 或一整洞的空間裡面 然後它可以有不同樓層 去區分它不同的機能 嗯嗯 然後它可能有 除了住之外的 其他複合式的活動 或商業性的 呃 空間在那個空間裡面 我們會把它成過 可憐與 space 的共生空間 嗯嗯 那如果是針對 一般分組的 呃 呃 或者是老公寓這種的話 我們會比較覺得 呃 稱它為 sharehouse 或者是分組公寓 所以對於分組 多一個sharehouse來講 其實我覺得全台灣 到處都會有市場 而且它是一個既有的 市場 嗯 就是在這個詞出現之前 其實大家就是會跟 朋友 或者是在網路上找 呃 合住的訪客 就是所謂合租 或者是分租的概念 所以 針對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它不論台北新北 哪裡都會有這樣的模式 但是如果是很專注 在所謂co-living space 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會認為 它可能會更著重在台北市區 嗯 大家其實也可以看到 最有名 或者說最具規模的co-working space 無論是這些外商的外資 或者是 呃 這些有規模的品牌 它都還是集中在台北市 中心為主 所以co-living來講 我們會認為 還是會是以台北市區 嗯 嗯 因為它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它的消費等等 它基本上它還是會 比較是以最高房價 嗯 等等這樣區域為主 嗯 嗯 OK 那像你們之前就是 都是這種零散事 就是在公布這邊 然後 現在慢慢集中到 就是一個整個feeling這樣子 那 剛剛有提到說 除了對你們而言 呃 這個管理 管理上面的這個方便性啊 還有就是 管理效率也提升 成本也降低 那 除了管理屋根之外 那對房客他們 有什麼樣的 呃 好處呢 如果集中在震動室的話 嗯 我們得到最大的好處 其實就是 公司領域可以比較 切分開來 你想要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在一樓大廳 可以在不同的空間 比較不會說 其實合住 這場發生的狀況 就是可能有朋友 在晚上在客廳聚會 或者是比較長 那就很容易找到房間裡 已經要休息 或者說有其他 呃 比較著重隱私的 這樣子的 住客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部分 它其實可以達到一個 相對比較平衡的地方 就是 欸我們是那種分租套房 全部命運 因為麻麻都是房間 但是有可能 就是當你想要 回家很累 想自己回到房間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房間 但是比如說 你假日想要 找朋友來聚會的時候 你還是有個空間 可以做聚會 所以我們認為整個空間 在住客的體驗上來講 還有方便性來講 還有方便性來講 它會比一般的空間還要好 嗯 那像我們這次的這個 萬華公路這邊 那它的租客的部分 會不會去特別鎖定 是哪一類型的租客 我們沒有特別鎖定 但是來申請 或者是從結果論來看的話 其實外國人比例還蠻高的 大概佔40%到50%左右 然後剩下台灣人也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 但是剛剛有提到 其實就是蠻多是 自由工作者 或者是創業者 這樣的背景 那他可能會 工作啊 或者是這些 社會機關也是比較彈性的 然後他會喜歡這樣的空間 可以交到一些 不同領域的朋友等等 嗯 大概是這兩個點想 那你們當初就是 比如說你們在 裝潢的重點上面 你們會在著重哪些部分 就是以一個房間來講 然後你們會特別做重哪些地方 因為萬華酒樓 它原本是一個老旅舍 那旅舍跟口禮瓶最大不一樣 就是口禮瓶算是一個長租的空間 長租跟短租它最多就是收納 其實我們就需要在原本 旅館的空間裡面 小小的空間裡面 想說要怎麼再去擠出 更多收納的空間 那比如說床底下 是不是要收聽 收納 那有沒有其他的櫃體 我們只可以把這些機能加進去 那我覺得這是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個人生活上相對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常住總是會有一些 可能換季的衣服啊 或者是 親力想要長期放入的地方啊 等等的空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當初在 考慮這個空間裡面 在個人空間裡面 比較多重的部分 那公共空間的話就是 剛剛提到 我們大家就是最多重量的 就是說 大家一起吃飯要是方便的 所以我們在一樓有霸台 可以用在 就是在一樓跟最頂樓都有 可以煮飯的空間 可以往下走或往上走 那功能也有稍有不同 一樓是比較霸台型的 比較適合聚會的 然後我們樓上六樓的空間 是比較適合 比如說早上起來 做個簡單的早餐 或想被外接搭到 比較有隱子的一個 比較起居的空間 是在六樓空間 可以煮飯 那以工作來講的話 也都是兩個樓層 就是樓下跟樓上也都有 可以自己摩動桌椅啊 然後或者是有比較大的桌子 可以工作的地方 OK 然後另外我注意到一點是說 其實你們的廁所 其實都設計的滿漂亮的 就是整個裝潢上面 跟萬一般 可能就是在租這種亞螳套房的 廁所上面 比如說包括它的磁磚 就是它用的每個零件 其實都是滿著重的 對 所以你們認為其實 租客樓層路上是滿看重的 廁所這個部分嗎 應該說我們自己 比較看重這些東西 像比如說我們廁所磁磚 其實在一開始做的時候 是打標兩次重做的 就是原本的師傅 他的縫隙是貼得太粗的 就是縫隙的粗度不對 整個磁磚的比例 還有整體的比例 都會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其實在一些 當然就是可能一般房東 不太會想要去在意的細節上 我們希望是 為什麼 我希望提供在都市場上 你可能這個品質 或者說這樣子的環境是 租房子也可以體驗到的一個品質 這樣 另外這邊我要提到一個 我印象真的滿深刻的 是因為有一次來到萬華九這邊 正好像一樓 那我就有看到附近 好像是鄰居一個 也是想可能是一個屋主吧 然後他就帶著另外一個 他的朋友 然後可能是在別的地方也有房子 然後就帶進來之後呢 就是一直就說 我好想跟你來參觀這邊喔 因為這邊我真的就是覺得 改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 就是 然後拉著他的朋友 就是希望你們的團隊 可以去評估看看說 欸 他的這個房子 未來有沒有機會 也可以做成像你們這樣 所以某程度上 其實你們在這個接貨這邊 也是做到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 Marketing你們這個品牌的 一個很好的 應該有沒有 一個廣告吧 一個廣告效果 是 希望真的是這樣 因為畢竟 剛剛隨便舉一個廁所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其實花了 從財務或商業的角度上來講 我們花了很多 一些錢在這件事情上 或者額外的成本在這件事情上 希望說這些細節或這些事情 是被更多人看到的 喔 OK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知道說 現在九樓其實已經發展 共生共慾到一個規模 那在這個業界裡面 也算相當有名氣 那你們接下來的下一步 可能會是什麼 或者是你們覺得 在共生共慾上面 它會不會有產生一些 什麼延伸性的相機 我們下一步當然 主要還是 像我們年底會有 跟台北市府 有一棟原本的 閒置的眷設 也是要完工 在今年年底的部分 那會持續又這樣的概念 去做更多的空間出來 這是接下來會持續做的事情 那衍生出來的商機 我覺得它還是 主要可能會回到 這件事情的商業模式 就是說其實 大家對於這種比較 跟空間相關 像Cohorking Space 人家對於可能像V-World這種 會有一些批評 就是它的商業模式的本質 有沒有可能是更 更突破這種可能 擴建一個空間 擴建一個產品 就有很高的房屋成本 或者是 裝修要攤體的成本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商業模式 本質上來講 就是一個 重資產 不能算重資本 因為畢竟我們也沒有持有資產 但是它的 簡單說它的毛利利潤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其實這件事情 本質上的商業模式 其實跟飯店是很像的 就是我們經營的品牌 是以月租型的服務為主 但是像是飯店 它一樣是會有非常非常高的 回收時間 這些壓力在 但是它做的方法就是說 其實它有很多 門外的 業外收入 可能是餐飲空間 可能是婚宴會館 可能是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認為說 在未來來講 其實你都可以 我們認為說 都有機會 去結合到這個 Coliving Space 因為其實大家常住在這邊 你需要的生活服務 你需要吃吃喝喝 其實也是可以結合進來 可能是透過實體空間 也有可能是透過 線上平台的整合 你要網購也好 你要去採購生活用品也好 是不是都可以 有一站式的服務 去把這個服務 去結合到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回應到這 所以我們為什麼覺得說 租一個房子 不買一個房子 又不是買一個空間 是買你怎麼生活在裡面 我們認為說 這是未來 希望嘛 這是未來房地產 能夠轉向的一個方向 就是從非常硬體 蓋完房子就賣 或者說就住一個房子 它其實有更多服務 或更多內容 是應該整合到這個層面裡面 嗯 那聽說就是 酒樓現在有跟很多 不同的話 女團隊在做合作 那尤其最近跟我們 紅色紫紅團隊 也有蠻多合作 那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跟我們團隊合作的感想嗎 主要的話 就剛有提到我們 其實在跟房東 或業主動的服務 其實就是從前面的諮詢 產品定位 到規劃設計 到施工 這些都有做 那像跟紅色紫房團隊 他們也有自己的管理團隊 也有很優秀的這個 參與師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在過去 有幾個案子 是我們協助開發 找空間 找到很適合的物件 然後我們做這個整個規劃 到房秀完之後 然後再轉由這個 紅色紫房團隊去做管理 所以這一塊的話 我們有幾個案子 也都持續在進行 那其他有像 像 紫房這邊也有蠻多是 這個地產權 或者是一些 社會影響力 投資等等的 很多其實都蠻想要再 更創新 或者說對整個社會的 房地產這一塊 有更創意 或者說更多資源 能夠去整合這一塊 我們也是 就是交流上也蠻多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在 接下來有蠻多 其實可以持續去整合合 所以其實九樓就是 在房地產的部分 其實各個面向 都有更深入的方式 那後續我們就 期待看 九樓它這個萬隆的案子 會有什麼樣的新面貌 來跟大家見面 那今天謝謝信榮 謝謝 然後希望下次有機會 跟你一起去看 萬隆的新案子 好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囉 掰掰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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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